嗯 这个算全裸了对不对 大家好我是狐狐奇手 欢迎您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今天来跟大家做这一款的景品 是我预定了好几个月的魔狱幽灵 菲利西亚 它的话是我算是高中时期最着迷的格斗游戏之一 我收到的这一款的盒款比较差 稍微有点可惜 那当时买的是台币375块钱 运费再加个60块钱 所以还是相对比较便宜 那景品类的东西呢 品质的好坏本来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落差 魔幽灵系列的景品我之前有收过一款 莫莉卡 而且也跟大家做过开箱 其实呢 当我拿到这个菲利西亚的时候呢 我有点紧张 因为它两个的盒子大小你看差的这么多 按照魔幽幽灵的设定书里头 莫莉卡的身高大概是172公分啊 然后菲利西亚大概是168公分左右 尽管说呢 这个景品没有必要说去纠结它彼此之间的比例 但是毕竟它是同一个系列啊 还是没有能够按照游戏里头的形象 做一个尺寸上的相呼应 还是会觉得有点可惜啊 我自己玩魔幽灵非常多年啊 我觉得这个景品两位的身材呢 应该是要做一个对调的 因为菲利西亚在游戏里头 应该是要再胖一点 再圆润一点 反而是我们这个莫莉卡的话呢 反正景品做的稍微的比较OK 婴儿肥了一些 而菲利西亚这个景品呢 反正是手脚的长度呢 好像都被拉长了一样 精品类的玩具的话呢 如果是女角的话 基本上只要脸没有做崩啊 其实我就不会特别去挑剔了啊 那么之前做这一款莫莉卡的时候呢 我提到说它的脸呢 感觉不够爷爷啊 它这一次的菲利西亚就反而是 我觉得是稍微有点过于成熟了吧 这两个的一个基调 似乎是应该要稍微对调一下 那以玩具的涂装来说 其实上一次的莫莉卡 我觉得比较优秀一点 上面的一个成型色 包括这个肤色的处理 以及这个丝袜的表现程度 包括蝙蝠的形状的涂鸦来说呢 其实都还是相当之不赖 反倒是这一次的菲利西亚的话呢 那我都觉得是有点做工来讲的话 是稍微粗糙了一点啊 一些分模线的部分稍微比较明显 然后这个白的话也不是非常的 不是非常的漂亮啊 稍微有一点这个廉价的感觉 不过这个价位也是很便宜啊 并不是说我觉得它买的不值得 而是说大家千万期待呢 是不要太过于高了啊 那我们的话呢就整个细节的部分 来给它做一个关卡 脸部的话是没有问题啊 特别是这个眼珠子的一个部分 涂得非常的漂亮 然后上方这个猫的耳朵啊 它延续到下方啊 你看到到脖子这一带 这感觉它好像是带了一个 像是帽子一样的这个 这个是跟游戏里头的形象 是有很高度还原的 身上的一个头发 是它一个很大的卖点 头发涂装分色 很有诚意 但是不要太指望说它涂得很精美 就是说那个样子有做出来啊 但是并没有说到非常非常的精致啊 它上方的话呢 以这两边啊 两个这个也是游戏里头这个造型啊 它这个地方是有在粘上去的 那我这边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粘的 这个胶水的痕迹比较明显一些 手掌的话呢做的很大 又符合到游戏里头的一个比例啊 那这个上方猫爪的部分 一样有上一个涂装 然后胸部的形状的话 这个比例来讲做的很漂亮啊 有一些分膜线 但是这个影响来讲的话 应该都不是很大啊 鼻梁啊什么都很漂亮 腰的话呢也做的很性感 然后臀部的部分呢 这个地方啊 是让我们做在这个平面上面的啊 那包括你看到没有 它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 副桌的 应该是一个放平面的一个位置 那实际上这个高度来讲的话 你放的时候就是必须要这个 两个臀部这两片 包括头发这里 都压到一个地方上面啊 它是一个最稳固的一个形象 就像我们现在画面里头所展示到 那至于这个高度的话 就差不多是 OK你自己去做一个 我这个坦克车的话呢 是变形金刚的玩具啊 它这样过来的话 就刚好这个脚脚尖这个地带 刚好可以去压到这个桌面上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适合它的一个高度 就拿这个来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展示 环绕一圈的话 几乎啊 可以说除了背面 这里头发看起来 就一头不知道什么东西以外 其实它的一个死角来说并不多 这个景品的玩具呢 也好PVC也好 这种女角的话呢 我觉得嗯 在做一个静态摆放的时候呢 你都会觉得说 你在看他到底在看你的时候 这个不管哪个角度 你觉得他好像跟你有一点在互动啊 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 OK静态的展示人偶了 然后他还有附带一个 小小bonus吧 这个是菲利西亚的一个圆形吧 一只白色的小猫咪啊 然后双方 这个头发蓝色也是有建成处理啊 不过他这个头发 他这个眼珠子是一个绿色 有点奇怪啊 这个菲利西亚的这个眼珠子 是一个水蓝啊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猫咪的时候是一个浅绿色 我不晓得是 OK 我不知道原来的设计是设定是不是这样 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啊 那么如果除了说 让他坐在这种平面上面之外呢 你也可以让他稍微 如果你倾斜一个角度啊 我们就拿一些玩具 跟他做个互动嘛 像这个是洛伊德 最近洛伊德W的这个系列 如果你是这个东西比较高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斜靠的一个方式 斜斜的这样靠上去啊 因为这个脚尖这一旦呢 也是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支撑 那这样子的话 就感觉不是做的 好像是一个挨在一个 另外一个东西的一个上面 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 这个精品类的东西 就是台币不到400块钱 这样的品质是没有问题 因为相较我现在一些扭蛋 动辄一两百块钱的话 这么大一个一个展示的精品的话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电玩游戏的女角 整体来讲的话 我觉得还是收的很高兴的 那就利用这一集跟各位做个分享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